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尔的望远市场是我在韩国最喜欢来逛的传统市场 我逛这个市场已经有十几年了 望远市场蛮长的 就是一条从头逛到尾 然后旁边的那个胡同小巷也都可以去逛 望远市场有非常多好吃的小吃 面条 有刀切面 凉面 豆汁面 年糕 大炒年糕 鱼板 各式炸物 还有炸鸡 反正你能想到的这里也通通都有 还有他们韩国人很爱吃的五花肉 猪脚 这里的人也很喜欢吃一种东西 叫做他们的mandu 就是饺子 那如果你是在旅程的一开始或中间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来这边买水果回去吃 我觉得在市场买的水果都比在超市还要再更便宜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观望远市场吧 在那个望远市场一个入口处有他们这一个炸的 有点像麻花卷啊还是甜甜圈之类的 然后里面有包很多的馅料 有咸的有甜的 这个是红豆的 馅料是不多啦 一个一千块 不会贵啦 就很像我们的甜甜圈啊 这是台湾的甜甜圈 蔬菜 这个鱼板卷啊一个一千五百块 他在那边现场制作的那种 但我觉得吃起来鱼浆味没有很浓啦 嗯 而且还普普普通通啊 其实我第一次吃这个手掰面 嗯 蛮Q的欸 很Q欸 我觉得偏那种鱼干熬出来的汤头 很清甜 这碗六千块 炸酱面 还不错啊 他炸酱面是他的刀切面 有嚼劲Q劲的那种 这都是马铃薯 还有洋葱 还有猪肉 望远市场这一家那个炸酱面 刀切面很好吃呢 他的炸酱面 除了有那个炸酱的香气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炸酱里面的那个肉末 肉香味要出来 他的肉香味有出来 除了有肉末以外还有肉块 所以这一家的面我还蛮爱的 炸酱面里面的马铃薯啊 也是我很爱吃的东西 然后他马铃薯给的蛮多的 而且是大块的马铃薯 那个手掰面啊 其实也很好吃 他主要是 我觉得汤就是很鲜啊 汤加上那个芝麻的香气 我是觉得很好吃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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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来物色几样泡菜带回台湾 好期待在台湾吃到韩国的泡菜 吃点 码咸 下哥 酒 還不及停 吃点 殘忍! 你吃什麼? 當地的蔬菜 很多人說韓國的蔬菜種類不多 但我是一次覺得滿多的 可能是因為他們很會變換跟調味 草莓 草莓 大草莓 左邊 左邊 我的最愛 我的最愛 等一下一定要買這個回去 我一定都會外帶這個年糕回台灣的 這一次我要帶一大堆 下一次因為沒帶到 非常後悔 要一個吃的 我會給我一個吃的 這個 豆腐肉 兩、三千塊 一千塊 一千塊 這是 豆腐肉 OK 一千塊 一千塊 現在可以吃嗎 對 對 謝謝 謝謝 多少錢 四千塊 四千塊 沒有 剪 剪 給你們看一下我剛剛在望遠市場買了哪些東西 首先呢 要先買一個泡菜箱 因為我有買了一些泡菜 我怕它會多多少少溢出來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买个泡菜箱比较安全 这个10公升只要6000块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你看我就会把我买的泡菜全部都放在里面 这样带回台湾我觉得比较安全 我有买一个这个是陶锅吧 因为我之前我在台湾买过一次比较贵 不是觉得既然来了 然后行李箱位置也够重量也够 就买一个陶锅回去 这个陶锅啊拿来煮汤很好用 因为它的保温效果非常的好 我真的超爱吃韩国的东西 所以这一次就把大概半年份 也没有半年份啦 就是能买多少尽量买啦 泡菜泡菜 我买了三家不同的泡菜 因为不知道谁比较好吃 所以就三个都买好了 这个买完呢你们要冰冰箱喔 因为如果你没有冰冰箱的话 它一下就发酵了 就会变得很酸很酸 啊除非你是很喜欢吃很酸很酸的 那也没有关系 这是可以发酵 啊像这个就是你现在带回去台湾 可以直接吃还是清脆的口感 要做泡菜的话就让它冰久一点 至于多久呢你们自己判断 像我可能会冰至少一个半月 因为我喜欢吃酸一点的泡菜 还买了这个紫苏叶 跟我有很爱吃的有一种小菜 刚刚在影片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紫苏叶跟这个小菜一盒是4000块 比较贵 这一家比较便宜3000块 有的可以刷卡有的不能刷卡 然后呢还买了这个 我超爱的年糕我跟你说 这它刚做好的还热热的 是软的 那你买回台湾呢 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吃完啊 没有关系 你就是冰在冷冻或冷藏 要吃的时候呢 给它放在电锅里蒸一下 或者是你们家有微波乳水波乳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 看这就是我的年糕 这种年糕啊 你看到这种粗粗的啊 摸起来还热热软软的这个 它们都是可以拿来直接现场吃的 那这一种包装成这个样子呢 大部分你都是要再把它煮过的 他有说这就是 要煮那个辣草年糕的年糕 那这一种呢 它这个应该就是 我不知道算是隔夜还是前一天 还是故意的啦 这种 这种就是肯定要煮过的 因为它这个已经是冰过的了 这种东西 啊还有这个 这个东西啊是他们的传统的年糕 它吃起来很像台湾的红豆松糕 或者是你可以把像那个状元糕 有没有 夜市在卖那个状元糕 就是像这个东西 然后我跟你们说 这种的都超好吃 然后比状元糕还要便宜 那这两个都 料很多 你看是不是很赞 这样子 它这个一个2500 三个6000 超好吃的 这个买回去啊 送礼啊 还什么的都很好 缺点是它太重了一点点 我们刚才提坏的时候 觉得快死了 所以有收到 朋友送你这个的话 你一定要心存感谢 因为这些东西 虽然不是很贵 但是提着它 我都已经手要断了 这一次逛望远市场的心得 还有望远市场 跟我以前逛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呢 刚刚我去 我觉得营业的店家变少了 东西的选择 丰富度也没有这么多 像刚刚逛那一整条啊 泡菜也大概就五六家而已 我记得以前 好像有十几家那么多耶 然后小吃类的 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太早了 还是怎么样 小吃类还有很多 应该是还没有开 那望远市场 还是很好逛 很好吃 所以喜欢逛传统市场 或者是吃当地小吃的人 一定不要错过望远市场 推推 我这一次买的泡菜 都超级的好吃 像这一个啊 就是最常看到的那种 就是普通的白菜泡菜 它的味道很特别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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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